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專員布蘭登·卡爾 10月19日表示 他希望美國電信監管機構 開始對中國無人機製造商深圳大疆科技有限公司 施加新的行制加入制裁名單 名單將會禁止美國普遍服務基金資金 用於購買該公司的設備 卡爾指出 FCC有一項單獨的持續努力 來決定是否繼續批准制裁清單上的實體設備 在美國使用 卡爾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大疆無人機和這些系統上的監控技術 正在收集大量敏感數據 從關鍵基礎設施高分辨率套像 到面部識別數據 以及可以測量個人體溫和心率的遠程傳感器數據等 聲明說安全研究人員還發現 大疆的軟件應用程序 從運營商智能手機中收集大量可能被北京利用的個人信息 事實上一位前五角大樓官員表示 我們知道很多信息是從大疆無人機傳回中國的 卡爾強調 此外 美國各州和地方公共安全和執法機構廣泛使用DJI無人機 以及新聞報導說 美國特行局和聯邦調查局最近購買了大疆無人機 顯然需要對潛在國家安全威脅採取快速行動 卡爾在聲明中寫出解決DJI潛在威脅的一致 而且全面方法還未有到位 這就是為什麼FCC應該採取必要措施 考慮將DJI添加到制裁名單的原因 2021年7月 美國國防部表示 仍然相信大疆系統對國家安全構成潛在威脅 DJI無人機被國防部禁止使用 約5万人機被國防部禁止 我有採取 narrative 很多人都敢偷地 aş移除 在深度 1 T 8